近载运通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备收看今天的稳超胜件节目 当然今天的一个大盘 你会发现电子股转落了之后 传产股包含钢铁航运 又开始转强了 只是说今天的一个大盘 上下震仗大概380点 这个地方其实在做所谓的 洗融资的一个动作 那颜老师对于未来的盘势 还是非常非常看好 尤其是这个10月份结束之后 这个行情进入到11月12月 这个季底要作账 季底要作账 这个年报也要做 对不对 很多的一些公司 他在公布这个财报的同时 我相信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所以说你不要认为 说现在的大盘好像 对不对 好像没有什么股票在涨 这个涨的股票还是有 只是说你也没有掌握到 那今天那个盘式里面 这边是属于一个开高 开高走低 这个地方压力比较大 压力比较大 它在做所谓的震荡洗盘 尾盘为什么会下跌 本来只有小跌 尾盘在这边灌下去 最主要今天可以看到台积电也好 鸿海也好 包含这个AI伺服器的广达 今天在最后一盘 它进行所谓的压盘的一个动作 那我相信的话 行情如果说进入到11月的时候的话 对不对 大家可能会留意到 这个美国总统选举 这个地方到底是谁会赢 对于未来这个全球股市的一个影响 我今天会详细的来帮大家 来做出个说明 台股目前为止还是有利多 月线的部分在本周 应该收红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我这边先讲一下 月线收红 如果说周线的部分 如果说能够收到说很强的话 也不要说收红 收到很强的时候对不对 那本周的话就有很多股票会涨 那这个地方包含这个 美国股市的一个财报 台湾的话还有所谓的厂商 要进行所谓的法说会 我认为目前为止的话 虽然说面临到这个11月5号 美国总统大学要公布 有些资金可能是退场观望 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影响了 我等一下会详细的说明 来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告诉你 苹果的一个财报 台湾的时间大概在11月1号会公布 外资的话持续看好 这个外资包含我们看到高盛 最重要的高盛跟大摩 这两家外资 它对于这个苹果影响性是比较好 那这个中间还有所谓的台积电的一个 相关概念股 也会随着苹果财报 开始做出个表态 但是今天的台积电 尾盘的话稍微有点慢压 所以说压缩这个大盘 今天的话鸿海也是一样 这个尾盘稍微的有回档修正 AI伺服器的广达 这个从压到平盘 我相信今天的话 其实对于盘面上面 影响性是不大 这个大盘目前为止的话 它在走所谓的涕延 什么叫涕延 就是说这个行情对不对 在上升轨道里面 有时候会进行拉回修正 拉回修正 但是它目前为止在走所谓的涕延 就代表说回档的部分 其实它是有限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 欠缺什么东风 什么叫做东风 补量汇工 电子股补量汇工 今天的航运类股 我在上个礼拜节目里面 跟你讲什么 本周要注意什么 PCP族群跟航运 那今天的航运 这个量没有放出来 但是价的部分有过 明天的话这个航运 如果说续墙 你还是要注意 要买什么 要买航海 要买航海 今天对不对 来 万海的部分对不对 有没有 大概上涨2% 这个地方在整理 你就要注意了 不要说未来股价涨上去了 你说老师你都不跟他说一下 这个缺口万一补了 这个航运类股就直接喷上去了 你现在要布局的就是未来会大涨股票嘛 那红海我也讲很久了 如果手中有红海的 今天再创波段近高 一张都不要卖 为什么不卖 我等下也会详细的解说啦 有红海的 买在160 170的 今天虽然说你已经大赚了 还是不要卖喔 因为他现在基本面非常好 他在伺服器的部分 GP200的部分目前为止是报单的 他搭载这个目前为止最强的晶片 所以说他的股价 还是有机会持续的往上涨 上个礼拜跟你讲的 结果这个礼拜就出来了 欧洲线海运喔 他的长约价 下个月开始要谈到所谓的长约价 这边给他的一个期待值是怎么样 倍增啊 这很恐怖喔 长约如果说未来11月的一个溢价 他是有机会倍增的话 那目前为止的话 FEU的部分的话 一个货柜啊 四十尺的一个货柜的话 就有机会怎么样 上看这个3000块啊 我也不认为说这个3000块啦 也不用说倍增啦 只要合约价长约价往上走 这些海运股票 好运的股票我相信他都会反映啦 那现在投资人比较注意的是这个啦 贺锦丽还是川普会当选 那当然很多人去做一个预测嘛 但是我请大家注意到川普如果当选的话 对于军工概念股里面喔 还有一些所谓的美国钢铁股比较有帮助啦 如果是贺锦丽当选的话 这个对台湾的产业是有比较帮助喔 包含水的半导体在内绿能 这些的话都是台湾比较好的喔 所以说我们这个比较自私一点啦 我倒是希望怎么样啊 贺锦丽当选嘛 但是川普目前为止啊 他的民调是很高啊 这个有时候还是要顺其自然啦 我今天本来不大想来录影了 想一想还是来啦 老师你为什么不大想来录影 我觉得录这个影没有用啊 这个效果不大啦 为什么 因为大盘现在对不对 涨不涨啊 跌不跌啊 有奖跟没有奖一样 但是我要提醒你喔 行情进入到11月就不是这样子了 他就是属于个股上面的一个表现啦 颜老师持续看好台积电 来导播拉近 台积电创波段新高 你可以先买一招 没关系 拉回来 拉回来你还是要站在买方 颜老师持续看好长线的台积电 如果说你有的人对不对 你是买在1000块钱以下的 你是买在900块钱以下的 千万不要卖 这个赚大钱的机会来了喔 那如果说你买800的恭喜你 买900的应该都会大赚喔 买鸿海的喔 来买在160到170的 大概摸底的人喔 现在涨到200多了 不要卖 好我们来看一下钱高会不会过 钱高过了你就发财了 怎样喔发财了 你是不是你卖掉的话赚不了什么钱啊 大概一张就赚3万块嘛 有人买鸿海喔 他不是买100张喔 他是300张500张的再买的喔 我很多的一些会员啊 一次买鸿海300张500张的再买喔 你现在就要看钱高会不会过 钱高如果过了 严老师先恭喜你啊 先恭喜你啊 那当然这个有人 最近说老师广达要不要先卖 你真的要卖也是可以啦 好不好 赚钱了對不對 他记得要接回来喔 这个AI就要看他喔 我相信我的简讯 我在节目里面跟你讲的喔 去年大概赚一个股本喔 今年我预估的话 大概有机会喔 會看到1.5个股本 也就是说今年赚的钱 可能比去年多了50%啊 所以说我认为他的股价还没有反应啊 所以未来的话还是会大涨喔 我先讲喔 广达岩老师是没有卖 我没有卖啊 我直接跟大家讲啊 我相信我非常诚实诚信的告诉你喔 那今天上节目 我觉得上得有点懒懒的 跟大家聊聊天好了喔 这个有时候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 也就不见得每天要出手啊 我们都是看准了以后再出手 不是说这个每天来匆匆乐也好 这个区间一定要够大 所以说方法很多啊 我这边给大家参考一下喔 有时候山不转喔 路就要转 事情想不通的啊 你有时候换个角度啊 如果说你手动股票不对的 一定要把它做出一个换股 来做出一个操作啦 最近这个涨的股票 其实就是那几档股票 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我们上 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股票啦 好不好 我们持续的来追踪啦 这个哥哥叫光灵嘛 对不对 阿老师上个礼拜五亮灯掌停板 创新高今天还是一样 就一样啊 我上个礼拜讲这支股票 今天还是讲这档股票啊 我上个礼拜跟你讲这掌停板锁的 对不对 1.5万张 今天锁的更多啊 1.7万张 对不对 你没有买很可惜啊 业绩大成长以外 有转机 股本的话只有多少 5亿 5亿的股本你看量缩啊 量缩直接跳空啊 这个股票你每天看嘛 我也不知道你有沒有賺到钱嘛 8249的这张股票叫什么 叫灵光 上个礼拜啊 创波段新高 哇这个 对不对 差点打到掌停板嘛 然后掉下来嘛 对不对 很紧张 今天呢 今天我跟你讲喔 他拉尾盘喔 他拉得很过分喔 你看见没有 本来喔 大概收盘 大概可以收在什么地方 收在72块1啊 最后一盘看到没有 2795张啊 直接把它拉到73.5啊 上涨 上涨 几% 上涨 接近9% 这个股票 有没有人做 來 有没有人做 我认为应该有啦 來 6156了 这叫松上 对不对 你看涨上去以后 把它震荡整理 来 今天 对不对 又来 涨下来 其实涨停板的股票 都有不同的面向啦 只是说你看你怎么样去看待 那这张股票我在节目里面我没有公开啦 就是说有时候怕投资人太冲动了 去做了什么 对不对 动作啦 其实这个股票 我认为只要你能够掌握得到 这种股票其实都可以赚得到钱啦 这叫强势股嘛 这个开始补量工 对不对 那这一天就有人打电话进来 老师好好笑喔 我说为什么很好笑 老师他还拉回来让我买呢 那我说你买的没有嘛 他说有喔 他有买喔 有买我就恭喜你啦 今天如果说你脚手没得快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九点半 九点半以前就直接拉到涨停板 这种股票其实 讲很难听一点的一句话啦 就训练大家的眼力 眼力 你能不能挑得到他 你能不能看得到他 你对他有多少的了解 了解越多 赚得越多 如果说你对不对 老是用跟单的 你可能就赚 对不对 赚一点点啦 有时候股票操作长线的话 比较容易赚得到钱 那当然现在这个台股面临到所谓的涕炎 这个涕炎的一个效果的话 会造成投资人现在这一大盘好像蓝蓝的 对不对 但是行情的话 大概这个礼拜会发生一个很重大的 一个转机啦 那未来的话请注意 对不对 有些股票赶快买 努力买用力买 有些股票涨上去的同时 在底部赶快加码 不是买就是加码 不然就重压 未来很多股票你可以赚大钱 赚大钱 大概最近赚大钱的大概就这档股票啦 光宁 光宁啦 业绩大成长 对不对 电子通路的 电子通路的 拭目以待 上个礼拜我跟你讲什么 慢慢看 那老师这个礼拜你要写什么 老师这个礼拜就写得比较好了好不好 看好 对不对 以前叫你拭目以待 礼拜五叫你慢慢看 今天啊 严老师看好 问号好不好 你有沒有看好 我不知道 老师看好了 这股票你从上个礼拜一直看嘛 我也不知道说你赚得到钱吗 你赚得到钱真的啦 恭喜你啦 你赚不到钱那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你在看节目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的操作一般的话 我们是遵循这个啦 顶尖操盘法 好 大盘的一个趋势多空方向 我们一定会列入到我们操作的一个重点 我们只会在关键的价位去买 买太早跟买太晚 我们都不会发生啦 但是一定会停损 股票一定会有停损 要有纪律 包含耐心 千万不要过度去操作啦 有人说天天都要做 这个是不用啦 这个一定要耐心啦 那现在的话 我的会员应该现金不会很多啊 好 我们就是看准以后我们再出手 那我们的会员都非常的理性 来看待这个股票市场里面的波动 那也不会去听到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一个消息 我们都是把这个投资啊 当做事业在经营啊 这个礼拜五对不对 震荡整理不用怕啦 你买的够低 涨上去不用怕 这业绩大成长啦 业绩大成长好的股票 这个叫拭目以待 对不对 礼拜四跟你讲什么 看未来 上个礼拜我大家吓死了 因为这边快要涨停板了 擦两档啊 擦两档啊 这边啊 快要涨停板了 掉下来了 对不对 掉下来了 我这边箭头还是跟你往上面画 哇被人家骂死了 老师你乱画 乱画 对不对 那今天呢 今天我没有乱画啊 我先讲喔 这个我礼拜五跟你画是往上面画啊 那今天你看到了吗 快涨9% 那我今天该怎么画 我今天直接画上去啦 那你相不相信 你相不相信嘛 真的假的 这个集合竞价真的张数很多啊 吓死人啊 这一笔单啊 就直接就上去了 我上个礼拜跟你讲喔 这 对不对 这样子画啊 你也不会相信啊 那今天这样子画呢 那你相信吗 那你相信吗 我们目前为止最强的股票是哪一档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8032 这张股票是最强的 从上个礼拜强到今天都在强 那我今天要推什么 推他的接班人 光灵第二 光灵的接班人是谁 我今天全线开放给你好不好 你有兴趣的 你要共襄盛举的 你要找一档比他更强的 我今天直接开放 LINE也开放 电话也开放 来挑战他啦 他没有什么啦 对不对 你看这边嘛 张两倍而已啦 没什么啦 我们来找一支可以涨三倍的 好不好 可以啦 来这张股票记得 有买有卖 有赚的话自己要卖 凌光的话今天再创破断新高 凌光来今天再创破断新高 未来还会被掌拭目以待 来光灵第二 光灵的接班人是谁 我们今天全线开放 要来操作光灵第二 光灵的接班人 你现在把手机开始扫描了 直接扫描QR Code 光灵的接班人 光灵第二就在里面 扫描成功以后 留下姓名联络方式 好不好 我们接班人就会带你去做 好不好 今天也老师也开放给大家 来直接做单股的好不好 单股168 只收减讯费 一档做完 我们再做下一档 下一档股票是光灵的接班人 还没有扫描QR Code 赶快扫描 明天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文明头库 研分医师 擅长七本命研究 资密完整 拥有20年增幅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蜿与空投 激情办法公司 透视七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财业深度研究 前进洞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待尽保证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驻转线02-2321-9933 2321-9933 轮远头部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远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我知道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震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再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遇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还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政部警警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很多的股票 其实你在选择的一个当中 你就可以发现真的有些股票买到 你真的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 但是很多的股票你买下去 你赚不到钱 你要自己要稍微检讨一下 是不是你买的股票不对 还是你跟的人不对 还是你的想法对不对 根本就是有问题 其实这个地方判别的一个方式 但是很多啦 很多啦 有人说要看均线 有人说要看MACD 短线要看日线 还要看周线 还要看月线 还要看筹码 这听起来是很有道理 但是你们做得到吗 做不到 做不到 这个叫做技术面 这是最基本的啦 这个是最基本的 要综合来判断 那有人说老师我就看这个基本面 那基本面代表营收嘛 对不对 毛利率 盈利率嘛 营收嘛 不管是月季嘛 对不对 还产业嘛 最后还是要回到走马 我觉得你看那么多 如果还看不赢的话 就代表说你们的方法是不对的 我还是老话一句的 不要想太多 你想赚钱的 一定要跟上 对不对 这个佛教讲的 度人难 你要度人家很难啊 你要度自己更难 什么意思 因为膀胱者轻嘛 你看得到别人的缺点嘛 那别人看不到你的缺点嘛 自己是看不到的 所以就度己 你现在就要把自己去度化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好 这个勇气有没有 勇的话 有的话你就可以马上就出发 但现在投资人很奇怪 常常会发生这样子 做错对不对 一直做 每天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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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了还要做 你看对的时候你反而是不敢做 这个就很糟糕啊 你看对对不对你就做他嘛 柏蕾 你可以去做他嘛 你可以去买他嘛 对不对 买他嘛 然后你可以把它卖掉就赚钱了嘛 大银维也是一样嘛 机器人对不对 你要买在底部嘛 还没有涨完啊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PCB里面的新华 我当时候送给你对不对 我说有转机有翻倍 你听得进去吗 你听得进去吗 你听得进去你就赚钱了啦 知道吗 莫忘这个世上苦人多啊 股票市场里面苦人真的很多啊 严老师能够帮一个就一个啦 那今天的话开放什么 开放这一支啦 光临第二 光临的接班人 你好好把握啦 我说真的你好好把握啦 如果说这一支的接班人你在做不到 你说你要想赚钱啊 我认为喔 对不对 你就慢慢等啦 来 买底部起长的喔 123 凌光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还会不会涨 拭目以待 今天请注意喔 光临 严老师持续看好 光临的接班人 明天共襄盛举 要来做光临的接班人 光临第二的 今天直接扫描QR Code 直接扫就可以了喔 重要的股票都在里面 扫了以后留下姓名 联络方式就可以了喔 明天啊 接班人啊 共襄盛举 来今天开放单股168 只收简讯费 我们单股来操作 做完一档 再做下一档 单股168 帮助大家一路发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谁胜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女士 女士 颜 金 李 金 金 金秀贤 李美芬了 好多 过 不是 松仑 我是你老婆 你累了吗 保力达 满牛 贵桥 保力达 满牛 金包银 空流水 文明头库 研分析师 擅长七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二十年 充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蜿蜒与空投 积极办法公司 透视七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就专线 零二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轮圆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圆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您将专线零二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二三二一 九九三三 九九三三 想了解